蘇冠幾天是學長學習 考驗以外地攝的好時間 加上市當區行人社區發展學會 也在這時間邀請爬蟲專家 到高等來跟小朋友講解爬蟲類動物的地攝 高等獨了可以做禮拜 也是小孩學習的好地方 加上市當區行人社區發展學會 特別邀請爬蟲專家到高等 讓小朋友講解爬蟲類動物的地攝 好愛的小動物也讓小朋友非常感激和歡喜 其實我們離巴掌西很近 在去年他們有接觸過這類的課程 其實對社區還蠻有幫助的 因為他們上次去到嘉義大學 但是我們又鄰居巴掌西 然後自己的樹林還有公園還蠻多的 所以課程讓他們可以知道巴掌西的生態 還有公園的一些生態 也不是只有專注在三系產品上面 反正就是生態教育這種東西 要從很小的時候開始做會比較好 尤其是像蛇類這樣子容易被誤解的誤解 又被宗教影響 像這種社區跟教會就是那種 混在一起的課程 我會比較希望我自己有機會過來講 因為畢竟在像基督教系裡面 就是蛇類比較會被帶往比較邪惡 或者方向會這樣可能會影響到 就是小孩子以後長大看到這些動物的態度 那如果從小開始就是在這種場域 接受這樣的教育的話 或許他們以後的觀念會比較不一樣 然後也會比較容易接受這些動物 接著班家營自己吃菜紅布的 你好 我是衛生局的防禦人員 好 現在燈隔熱很危險的時候 高峰期 我們要預防燈隔熱配方的四個口句 尋 倒 清 刷 尋 倒 清 刷 對 經常去尋一下 看我們如果出去院子運動 就去看有沒有多餘的積水容器 尋尋看 如果有的話就把它倒水 因為有一點點水 蚊子就會在裡面下蛋 減少那個積水容器 不必要的湯讓我們集中來營掉 再來我們刷洗 剛才我們有這個水的湯 我們要把它刷洗一下 也要讓那個蟲籃附著在那個桶壁 遇到水裡的爆發 我們大家身體比較健康 好 謝謝 嗨 大哥你好 我是興趣燈隔熱防治人員 因為我們營了很多藍類的菜園 那就是有很多的水桶 因為很多國務管理 所以我們希望你可以像這樣 做一些比較大湯的 那你的小湯都會來收起來 剛才我們手上就去包 就是有個男的媽媽打起來 這樣一種管理 比較不會生的 更好的那種那個班務 這樣 隨著自己的環境好 這樣開始沒問題了 很好 感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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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鄉親 大家好 燈隔熱是由斑紋傳播的疾病 傳播的速度會很快 請大家要特別注重環境的清潔 如果有肺輪胎的地方要清除 否則應該打動避免積水 敏愧在這裡 拜託各位鄉親 一起動手清理家園 最好每天落實旋到清雙 共同創造乾淨的家園 燈隔熱的房子 大家一起來 是燈隔熱 一遍令旋